JobKeep政策下个月将会结束 我们需要为澳洲的经济过分的担心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今日财经点评 今天是2月19号星期五 那周四呢 也就是昨天我们澳洲新一期的就业数据 又一次火热出炉了 那可惜可喝的是 我们一月份的失业率是下降到了6.4% 而提到失业率 我需要再次重申强调的是 通货膨胀数据 国内生产总值 跟失业率这三个最重要的经济数据当中 在我个人看来 失业率是三者之最 尤其是对于服务业占据重要经济组成部分的国家来说 而谈到我们的就业市场的稳定 从去年开始的JobKeep政策可谓功不可没 而它将会在下个月结束 这一点不论是对于房地产市场 还是股票市场 都会是一个潜在的不确定性因素 那但截止至今 从我所看到的各种数据来看 对于澳大利亚的经济 我个人还是期待多过于担心的 而期待最大的理由与依据 是对于大宗商品繁荣周期 也许正在缓缓开启的前景判断 那作为以矿业 作为复国之本 以金融与旅游留学等 作为经济血液的澳大利亚来说 如果大宗商品繁荣周期的判断正确 那我们的经济就不会差 而我们的股市当中更可以讲说 是大有归保可循 那对于大宗商品繁荣周期开启的观点与判断 需要进一步的确认 但同时我需要强调的是 任何大的行情的到来 都并非是在一夜之间翩翩而至 呼噜一夜春风 呼噜一夜春风来之后 盛开的可以是梨花 但不是资本市场 而越是一个行情到来的机遇窗口时期 如果想要收获满满 那我们需要 不论是精神还是肉体 都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那以上的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了 欢迎认可跟喜欢我们的朋友 点赞与转发 我是郭马克思大人 我们下期节目见 Oak 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